这个真正居足 信愿持明 这种念佛的方法 古德讲过 这叫不回向法门 什么叫不回向呢 用不着回向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 就是求生进度 所以念念都是回向 持明跟回向 后而为一了 我对这个事处事件 一无所求 我只有一个求愿 求生进度 亲近于途 就这么一个愿望 所以叫不回向法门 念佛堂里 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 回向是提醒你 怕你忘掉了 是这个意思 回向法院 不是对佛的 是常常提醒自己 要知道自己 为什么念佛 为什么修行 我 断卧修善 为的是什么 持着念佛 为的是什么 不施供养 为的是什么 绝顶不求 世间明立 世间明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